包括包括韩国的企业呢 咱们有了这个 已经验证认证之后的企业 包括产品 这些呢我们是 验证认证过的 我向大家做一个说明 还有很多正在验证认证的过程当中 我在这里面就先不提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先把这个已经验证过的 我给大家做一下说明 咱们这个所有的国际机构 国际绿色标准的认证啊 都得经过我们刚才上面讲的那个流程 大概需要两到三个月的时间 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解 然后呢经过出 据我们国际机构的总结报告书 然后再给颁发一些证书的 那么这个项目 如果一旦成立 我们就会国际组织 还安排一个法人来进行管理 那么这个法人具有什么样的优势啊 就比如说我现在要讲的这个钢筋项目 这个钢筋项目如果成为一个法人之后 咱们国际机构 所有做这个项目的人 都与这个法人有关系 这个法人将会对这个项目 向全世界推广负责 所以如果要是在世界的各个国家 想要经营它 必须通过这个项目的法人 那么在座的各位也应该明白 您的产品 您如果作为法人来进行运营的话 向全世界推广的同时 有全世界的人需求你产品的时候 都要跟你有关系 你不签字 他的项目就做不出去 所以一个项目的法人至关重要 至关重要 所以咱们先看一下我们第一个做的这个验证认证项目的钢筋项目 这里面说是钢筋项目 其实是代替钢筋的一个材质 没有钢筋的一点事情啊 但是起到钢筋的作用 现在这叫一个技术嘛 钢筋制作材料的一种技术 它可以做钢筋 也可以做钢板 也可以做汽车 包装 那个就是外皮 保险杠等等等等都可以做 因为它的 产品的这个这个功效 甚至它的材料 那个那个绿色性啊 在后面我会详细的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啊 大家看到的这个图片呢 是最高理事会 颁发这个项目的法人批准证书 在这里面大家看到 有这个会议结果批准证书 由我们原来的法人 然后由这个东北亚世界总部的总议长 再加上这个钢筋事业的法人 咱们叫郝振杰 是这个项目的法人 旁边呢就有法人的许可证 有了这个许可证的话 这个项目只要是进行销售 推广建厂 都需要通过这个钢筋法人 才能够完成 所以今后咱们去开发这个绿色产品 绿色这个企业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它如果把那个产品 作为一个管理人员的话 全世界要这个产品都跟它有关系 没有它这个产品是出不去的 我们国际组织会把这个关 所以希望拿这个 这个项目一旦被咱们国际组织 验证认证通过之后 它那个收益是相当大 收益相当大 而且这个产品的宣传也都是我们国际组织 通过世界平台来进行 帮它推广 下面这个第一个呢 是我们国际标准绿色商品认证书 第二个是绿色技术认证书 第三个是绿色产品服务认证书 这关于这个产品的一切 这个运营活动都是由这个法人 这边来开始运营的 这个咱们英文词里面有一个 这个是不是叫GFRP的吧 这个呢GFRP是玻璃纤维碳纤维 然后用特制的工艺做出代替钢筋的 这么一个项目 咱们在这里看一下这个罗马万神殿 这个不使用钢筋的混凝土结构 使用时间一般是超过2000年以上 那么现在钢筋混凝土结构 使用之后它的寿命仅为几十年 因为钢筋这种东西氧化之后它容易生锈 但是呢如果非钢材做成这个建筑材料的话 它使用寿命会大大增加的 那么GFRP国际钢筋呢 是因优良的这个材料特性 降低了人工成本物流成本 显著改善了作业效率 延长了结构寿命 给维护费降至最低 结构超薄化 使全球需求激增 在这里看一下 它产品特性有什么呢 钢筋最大的一个毛病就是容易 这个叫腐蚀啊 经过下雨生锈 然后呢慢慢它的刚度就没有了 咱们的产品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 无锈 无锈时 它不会生锈 不会腐蚀 抗拉强度是钢筋的两倍以上 我们在做这个产品的拉伸实验的时候啊 两头夹着这个产品去进行拉伸 结果抓它的那个法兰扣都给崩掉了 这个中间的咱们这个GFRP这个钢筋材料都没有断 也就是说设备断了它都没断 第三呢是抗震能力极强 因为它没有钢材 所以它的硬度没那么强 韧性强了 就所以它的这个抗震的能力也就增强了 运输成本降低 因为没有钢材它的重量很轻 这样的话不像咱们正常拉钢筋的那个车啊 拉不了半车车就已经压的不行了 它这个呢重量轻 所以运输成本就会降低 咱们拉一车钢筋 不如咱们这个就可以这个拉三车了 三车的量一车就可以装完 轻便无安全事故隐患 与钢筋相比价格呢 从我们市场的目前价格来看能低20%到30% 然后它因为没有金属 所以它绝缘啊 它是目前啊 最好的钢筋市场替代品啊 这个是我们做钢筋的那个设备啊 钢筋的设备啊 制作材料的时候 它是整个一条流水线 从原材料到那边呢 直接出成品 整个这个特性这个这个产品的设备啊 非常这个这个简便啊 不需要二次挪动 直接充原材料成为成品 就可以提供给我们需要的这些啊 单位 在这里面做一下这个比较 就是大家看一下一般的生产线呢 呃它是能出一到两行 也就是一到两根啊 出一呃出一次生产时间呢 是每分钟一点五米 但是咱们这个产品呢 它是可以生产四到六行 现在还可以出更多的那个行数 这样的话 机定机器转动一次 它每分钟出现的这个这个长度 还是3.4米 要比传统的这种生产方式啊 大大提高 呃这个呃工作效率 而且它都是智能控制系统啊 这样的话 自动化率可以基本达到 全部都是自动化啊 原来都是半手工的啊半自动 那么制作这个的时候 大家看到这个GPRF这个服装 呃上面有一个带小绿 绿叶绿叶的这么一个这个标识 这个标识呢 就是我们经过验证认证以后的 呃进行我们这个产品生产的 所有的工人的用具 道具都是经过我们呃 呃国际组织进行验证认证之后的产品 包括服装 安全帽 鞋 设备等等 啊都将会 所以与我们签认这个验证认证合同以后啊 再提供给我们各企业做这些呃这个工作服装 那么这个产品用的方便很多 在这里面我犯了很多的案例啊 一个是大家看一下房顶 然后架桥 呃然后这个高铁 然后居住房 楼房 商品房 这些都可以 也就是说光机用在什么地方 我们这个就可以替代他 最重要的是呢 他的成本会比原来低 安全性比他高 有这些优势 下面呢是我们持动力啊发电项目 这个呢是我们呃持动力呃发电项目的最高理事会 颁发的批准证书 并且设定了法人啊 啊这个法人叫李海伟 是持发电 及事业的法人 这是我们办法的证书 这是咱们产品绿色产品认证啊绿色技术认证 然后国际业绩证明书 呃就是指咱们在呃国际国际上 或者是在国内的话国内 或者他产品的本国啊进行哪些产品的试验 哪些产品的使用啊这些呢是我们经过确认 证证之后办法的证书 这个设备呢就是我们磁力发电的设备呃磁力发电呢是用磁力发电的原理啊只要开始把机器转动之后这个产品呢这个发动机就会一直去转动然后导致发电的结果 那么我们这个发电的成本就会大大降低 而且如果这个产品大量使用之后不会使用国家一度电 因为这个产品的使用 因为这个产品的使用 它的成本非常的低 一组 在这里面咱们看一下啊 它的这个动力机 它的背景是什么呢 现在我们发电一般都是用热能电能 对吧 来转变为机械能 然后动力机呢用于带动其他机械工作 比如说电机啊 蒸汽机 涡轮机 内燃机 风车这都是一样 那么电机是一种很常见的动力 动力机电机是一种依据电池感定律 实现电能转换啊 传递的电池装置 它的主要作用是产生驱动转据 作为电器和各种机械的动力源 现有技术 在利用电机作为各种机械动力时 通常用电机齿轮箱被驱动 依次连接 将电机的电力驱动下产生的 动力啊 传递给齿轮箱 由齿轮箱转变成 齿轮箱变速之后 给它传置驱动件当中 但是现有的电机能转换当中啊 存在转换率较低的问题 导致呢能源消耗及成本就变高了 那么这个项目背景它发明的理由啊 咱们看一下红色的字啊 咱们不细细的看了 2021年我国年总发电量在全球排第一 为81,121亿千瓦 那么发电的方式啊 用火力发电占了大头 达到5万多度 5.7万亿瓦 那占比占71.3% 水力发电呢 是占14.6% 风力发电 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 这个风力发电 核电 核发电 太阳能发电 分别为多少呢 6.99 5.02 2.66 也就是说咱们现在呢 火力发电 占的是最大头的 那么具有自主产前的磁动力 绿色性能源发电设备呢 将改变世界性性能源格局啊 引发的性革命 对世界政治军事经济格局再平衡 将产生重大影响 持动力发电源 发电呢 这个设备在工这个这个工业制造 汽车飞机船舶高铁工程机械军工等领域项目当中呢 起的重要的作用 它具有很广阔的前景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呀 产生的这么一个设备 那么我们新动力能源发电 也就是这个磁力发电呢 它完全可替代 燃煤燃油燃气 包括发电厂及发电设备 加之这个这个加之由于无碳经济的需求 使得自然 自然循环 持动力发电机 发电机主 消费市场呢 显得十分广阔 未来新能源呢 快速发展 在这个市场里 磁力发电机主 将成为任何国家 任何组织 任何人首选的第一能源 这个发电方案 那么这个项目具有什么呢 叫可移动 体积小 重量轻 功率大 无污染 无辐射 无能耗 低噪音 维护费用低 技术周长 技术这个周期长 等特点 另外磁力发电机呢 不受任何地理条件 和使用环境的限制 使用便捷 利用灵活 有人说 今后把这个沙漠里面 把这个机主一拿回去 不用任何电源 这个一启动的话 据说这个磁力发电机 就能启动15年 也就说15年一直发电 24小时工作 不用停止 因为它没有耗能嘛 对吧 所以它可以适用于 各种大小型的 这个用在汽车里都可以 火车也可以 这个轮船也可以 飞机也可以 工业机械 农用机械 军用车都可以的 包括我们什么 学校啊社区啊酒店 宾馆 这方面 因为它灵活方便 这样的话可以为国家 节省很多电 而且不浪费资源 不浪费资源 如果本项目实施以后啊 国内市场可以达到 万亿级别的规模 如果推向全世界的话 可以达到10万亿级以上的规模 大家知道电是我们人 人类离不开的 但是因为有了它 它可以 不需要消耗任何资源的情况下 能够产生电能 这个设备是非常好的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如果一旦推广开来啊 咱们这个 呃 对于我们使用这个发电这个行业当中 绝对是 最好的一个方向 啊 这季节能 又可以 对我们人类需要的所有的电能啊 都可以进行提供啊 第三个项目 在那安全项目 刚才我在讲这个 呃 说我们验证认证之后 对外 这个销售对吧 有没有这个例子 这个产品 就已经向很多国家进行销售 而且呢 都在 使用着我们这个验证认证的标识 啊 一直 受到国际上最惠国待遇的 产品 这个呢是这个项目的 最高理事会的批准证书 好 郑杰 他呢 拿着两个项目的法人 一个就是那边 这个前面讲的钢基项目 一个就是 这个灾难安全的项目 是 这个都是一样 他的商品 这个商品认证书 技术 技术认证书 这个包括这个产品的服务运营 啊 认证书 咱看一下这个产品啊 灾难和安全呢 跟清洁解决方案 这个产品跟什么有关系呢 大家都知道这个发电的时候啊 发电尤其是像高压电 还有变压器 尤其是电厂的那些 电压转换器啊 由于灰尘呢 和污染物 长期堆积以后 会很容易出现短路 甚至事故啊 在那 所以他定期一定要进行清理 但是每次清理的时候呢 他都要进行这个停电 因为高压电碰电 出发那个发电事故 就很麻烦 如果要清理这些设备 他就要停电 比如说一天 他就会损失 对吧 几十万度电 那么这样的话 就会损失 上百万这个这个资金的 对吧 上百万的这个这个 金额的损失 那么我们为了保证他 不再停 不再停电作业 带电还能够进行清洗的项目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在那安全项目 所以他能够把电器上的什么样灰尘污染物 对吧 包括设备电线上的电器上的可吸入的那个颗粒物 把这些呢 损害破坏 这个电源的这个这个这个方面呢 都能够给他避免 那么什么是无静电这个火线绝缘增强清洗液呢 对难以停电工作和各种主要设备 使用特殊清特殊处理过的绝缘清洗剂 通过去除污染颗粒物 预防火灾的危险性 提高机械设备 功能和减少设备的物操作等等等等 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啊 他这里面有家用的啊 家用的呢 他可以是这个叫 对那些家用电器 像很多我们大家都知道什么冰箱啊 对吧 这个这个洗衣机啊 很多东西啊 这个这个尤其是电脑这方面 都可以进行清理的 他没有添加任何的什么这个 臭氧破坏物 他还是环保的 没有任何腐蚀性的材料 不会因为清洗而造成电子电子键损坏 也不会自然蒸发 这些这个这个不会自然蒸发 也无残留物 啊 然后呢在对人体无害的 宁明提取物液的加进去 小小空间里面 他可以达到什么呢 一是清理 第二呢有可以 呃气味啊 也不会出现那么难闻的情况 这下边呢是用于高压电 大家看一下 高压电呢可以达到22.9000伏特高的高压 还有各种高压面板啊 都可以进行带电作业带电清理 呃 这是咱们一般看通讯用的机房啊 机房大家都知道 他一工作起来热度非常高 灰尘落入静后之后 如果要不及时清理啊 他很容易出现火灾这种现象 还有这个叫特高压的啊 这种设备啊 这个如果要灰尘堆积也会对设备 他的生命长度啊也会有这个损害啊 高压电低压电这些都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 那么我们这个清洗测试啊 呃这个有很多 大家看一下 呃 电气安全工程定期检查时 呃 由于这个由简易 呃清洗 像专业清洗外包 这个的成本非常高啊 尤其是为那些呃 这个清除什么灰尘呢 异物啊 什么维修螺丝 某松啊 对吧这些问题 那么我们这个灾难安全 产品使用的时候 都是经过培训 专业培训的人员进行处理 所以顺便呢 就你这些清洗的工作 做完之后 对你的保养工作都可以完成 像污染严重的设施啊 尤其是什么自来水处理厂啊 这个烂面厂 造纸厂地铁 户外设施 啊这些如果想要清理的话 必须得是停止工作以后才进行 我们这个呢 可以一边工作 一边就可以处理掉了 难以清理的设施 那么UPS啊 ATS LAN啊等24小时 停电困难的这种设施 我们都可以带电的工作啊 清洗而不用水清洗的设施 火灾发生后 它要恢复电力 电子通信设备 都得把其中的水分的全部 空干 这样的话需要时间啊 需要时间都晾干以后才能工作 否则的话就危险 啊这个大家看一下 专业人员的服装啊设备 都是由我们 这个国际组织怎么样 在这里面可以看到的这个标识 由这些认证企业来进行生产 那这里面有什么高压枪 热成像仪 积水器 这些是做清洗的一套设备啊 做我们这个的时候把这些设备都 包括在内 啊一起进行 运营操作作业的这个 我们国际组织 现在目前 对刚才那个安全 灾难安全 这个产品就是绝缘清洗业的 工作工作人员 我们已经与这个老兵网 这个 服务中心呢 已经签订了协议 由老兵网做这个全面 做培训 召集这些 业务工作人员 这样的一个工作 全都是由我们 这个老兵网 服务中心 与我们国际机构签订了 合作协议之后 来进行全部负责的 第四个项目燃气照项目 这个呢 也有人负责 法人呢是叫 理应 这是法人的许可证 这个燃气照的 事业法人 这是三个证书 产品认证 技术认证 业绩证明 这个燃气照啊 咱们家里面不是有很多吗 对吧家里面很多 但是 这个燃气照啊是经过 咱们这个 专利的技术开发 研制而成的 大家看一下右边的这个图案啊 这六边图案就是碳排放 也就是说 污染物啊 我们这个右侧的这个是我们的 这个燃气照啊 与传统的燃气照相比的话 在这里面大家看一下 它的污染的 呃状态可以达到 百分之零点零零零二 而普通的呢能达到百分之零点零零五 会比他多出很多倍 然后节能率啊 节能率 同样的时间 我们 一是省气 省气 第二呢 就可以 呃在短时间内达到高温的状态 这样的话 对节能有很大帮助 能节能多少呢 百分之四十以上 比普通的燃气照 省气 百分之四十以上 热效率 在这里看一下 普通的呢 一般都是小于百分之五十 而我们的呢 就可以达到百分之六十七 还有它的特殊结构 保证了它加热的速度啊 非常的快 咱们看一下后面 因为它这里面都是由这个这个 三层组织构成 大家都知道一般 普通的燃气罩呢 有两个路管 对吧 两个管 但是咱们这个 你看燃气罩是三个管 而且它是由两层组织 外面苗和里面苗啊 是单独控制的 所以我想省气 这个小火 我就可以小火慢慢 这个来进行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加热 但是呢 如果要是集火的话 它里外 进行两个管道进行这个冲气 所以速度非常的快 加热速度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明白了 对吧 里面还有一个这个旋转火的状态 这样的话我们 既省气啊 为国家节省能量不说 最重要的是增加效率嘛 比如说我做汤 可能这个这个我十分钟做汤 做完我们这个需要七分钟就可以完成 啊 一是因为节能 第二就是因为它聚热 尤其它这里面 排出 火苗的这个双层 双公气的结构 来决定的 这些 这些产品呢 效果都是非常 这都是咱们 世界上啊 都是世界专利 都没有的这么一个产品 由我们验证认证之后呢 它就会直接向全世界进行推广 热分解焚烧项目呢 就是 是由我们 这个 垃圾处理的一种系统 这个呢 也是 最高理事会批准证书 法人 还是理应 他是热分解 系统的事业法人 所有他管理的项目在全世界进行推广的时候 都跟他离不开关系啊 都是由他来进行供货 甚至建厂的这么一个过程 这是三个证书 这个呢 就是轻便型的啊 他这个设备可以装在 像我们 那个就是 垃圾车啊 像那个卡车一样 装在车里面 只要把垃圾啊 放到我们这个 热分解系统里面的话 什么铁呀 什么骨头啊 什么化不了的 原来咱们垃圾处理当中 无法解决处理掉的 进入这个锅里面以后啊 全部燃烧掉 全部燃烧掉以后呢 他把这个热还能储存上 而且连接到我们的 这个叫这个暖气 连接到暖气上 可以进行供热 把焚烧垃圾的热量 再转换成 我们的热能 来进行使用 这个产品 效果也非常的好 最重要的一点啊 咱们这个这个 看一下 环境有害物质啊 完全燃烧 实现很多层高温燃烧 这个热分解系统 根据温度和空气多层的那种原理啊 焚烧时产生各种有害气体 焚烧各种内部停留的时间 比传统焚烧器啊 方式要保持这个 这个方式保持两到三倍以上 采用高温分解处理的技术 双层隔热结构啊 但是散热就比较慢 能把热呢 大家看一下 能把使热 变形热损失量小 将滚筒设计 为两三层的隔热层 结构 呃 技术开发 保证 易燃烧性的搅拌的控制装置 等于是机械的 只管把垃圾呢 这个扔到里面 它一边搅拌 一边给你融化掉 燃烧促进系统 利用焚烧 温度和空气中 存在的氧气和热膨胀的功能 和空气静压产生的涡流现象 开发多层技术 阻断 不燃烧的废物 废弃物 有害气体释放的 完全燃烧促进系统等等 总之这个产品呢 使用之后 我们可以把大量的 这个 因为它设备小 处理气小 但是处理功能大 所以用于各种地方 在这里看一下 它可以用在山区和小镇 因为这个垃圾不用扔 扔进去以后 直接就全部热处理掉了 开发这个产品的目的 是这个开发绿色污染 处理装置 以改善气候和环境污染 克服整个产业的危害 它可以用于你看医疗废品处置 在岛屿大型建枝 现在有很多大型的船只垃圾 都是往海里扔嘛 对吧 寺庙等等 都可以用这种方式的 浴体功能呢 就是把垃圾处理掉 产生的热 对吧 它能够再利用 这是它的核心技术 那么我们这个使用这个产品以后 起到完全燃烧 它的体积小 它还环保 对吧 然后这个耐腐蚀的结构 包括呢降低燃料 这个降低燃料 最小化的燃造体积 总之呢你看它 灰收的那些这个这个垃圾 处理之后可以热水 对吧 可以补充热量 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这是咱们国际标准认证的绿色分烧技术 可移动安置 装在山区啊 小城镇啊 街道里啊都可以 现在我们 处理垃圾的成本很大 对吧 大家也都知道 垃圾车天天拉 然后天天送 那个垃圾还没法处理 它呢就可以装到这个炉子里以后 全部燃烧掉 燃烧以后的热能呢 还能可以进行这个呃 供热的作用 这个特点呢咱们详细的会通过这个产品来进行处理的 包括我们呃这个各个项目的所有的呃这个工作呃这个工具 服装这些呢都是我们经过验证认证以后的呃绿色企业来进行提供 这样的话 大家知道我们提供的呃 产业就非常非常之多 除了这个以外呢 呃还有更高呃先进的设备 都要经过我们国际组织的验证认证之后 你就可以同时向世界各地进行推广 这些是我们呃目前呃 呃已经在国内找到法人的项目 啊还有很多啊 还有很多的新项目 都在这个我们呃这个 寻找这个经营法人的这么一个过程 这些的工作都是又应该由我们国际公园呃 呃根据呃您的行业特点 在那个行业当中寻找到更多绿色产品 有了绿色产品帮助推广 这都是我们国际公园要做的事情 所做的这些事情也都是为了 把我们这个绿色技术推到全世界 让更多的人受到新技术的这个提供 再一个就是对我们现有这个污染的污染的环境啊 提到一个积极预防的作用 这样对人类本身也就是做一个很好的事情 对吧 所以今后我们会把这种所有的项目 都放在我们产品的交易 呃这个产品交易平台上 这些交易平台 这个所有的产品 你不经过我们验证认证是进不来的 所以从这点来说 这个平台一旦要是被消费者认可 我们会有极大的推广力度 有很多人对这些项目 世界最优秀的项目感兴趣 对吧 这样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国际组织的名声 包括他的荣誉 包括我们做这个事情的国际公园 都有帮助 都有这个无限的推力 对吧 无限的动力 好 今天我的讲解就到这 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回呢 会有更多的内容 来向大家做介绍 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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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一定要罪了中国医院 icans 总统长说 通过这样的会议 在这个图像上 通过这个图像 跟很多最开始咱们运作的 议长都见到面了 她也感到非常的高兴 因为好几年开始了 像哈尔滨 对 咱们刘主席 还有炎主席 很早就开始 但是一直也没见到面 用这种方式见面也非常的感到高兴 在这的各位也一样 所以他说在这里呢 今后也会经常组织这样的教育培训 他说教育很重要 如果有了教育的话 咱们会省很多事情 再一个对我们国际组织 有一个强劲的了解 对我们进入做事也有很大帮助 所以他在希望我们这样的 都是我们这个年龄段 他也是70年少 我们要急急的再去做这样的培进机构 培进计划 这样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有新的信息 随时可以收到 所以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共同努力 把我们国际机构做得更好 然后让大家也不断的发掘 我们国际组织的讲师 专业讲师 还有教授 这个有这个身份的人呢 参与到我们这里来 这样的话 我们推广起来会更加容易 所以让我们共同努力去发掘 这些人才 产品 技术 企业服务这些内容 今天表示 大家这么辛苦一天 在这里面表示感谢 最后他是给大家做他们的愿好 最后一堂 我要有一件事情跟大家公布 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有一款产品叫二点玛克 所以一阵太也不大了 一阵太也不大了 好 我们的这个 肯定的品牌 好 好 好 太好了 好 再见 好 再见 再见 好 再见 好 再见 好 文哲你去寫 你听到我说话了吗 只在话 听到了 好 现在让苏博士给大家讲讲这个2.8 好的 我也是陪我去 那这个单独的机会啊 给大家的东风一小会进行 这么讲话听得到 你能听到 我说了 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解决了那个蛋白症合成的规律 大家都知道啊 查一个资料啊 就是那个八九年诺贝尔江获得者 这种看啥的情况去 就是切磋和奥特曼 奥特曼搞了一个什么的就是那个 咱们叫蛋白症的合成就是细胞 任何成统的造成不是蛋白症造成的吗 细胞和蛋白症造成的吗 它细胞合成蛋白症的过程中 其中有一个物质叫什么叫 一个是电 一个是那个二尿酸 脱氧核酸核酸 解决了脱氧核酸 它是一个信号专入 和那个什么呢 那个原来的专入 也就是什么呢 也就是那个氨酸 和氨酸和氨酸软运的 这个脱氧核酸核酸 把这样子 一个信号 一个软运的这个 核酸核酸的什么呢 那些前面那个 修士梅的密发规律 我们知道吗 所以说用它呢 可以解决农业上的硬巧难题 比如说氨酸的问题 各种图传病的问题 各种植物病的问题 就是由病毒和病菌引起的 病毒和病菌引起的图传病 那么呢 是这个就是由这个农业制物 也就是说或者是洋制 洋制药和这个水产业 说带来的一切的难题 都可以用这个东西进行解决 我举一个案例 那么咱们国际组织 可能总不现在在韩国吧 总理上呢 比如说韩国的打白菜 做泡菜的打白菜 如果用了它以后 这个做泡菜这个白菜 那钱量会是原来的三倍 钱量会是原来的三倍 同时呢它的品质 也就是说它的各种氨气团的盘量 和那个支红蛋白的盘量 会比原来增加12%到15分 那么同时呢 它的什么呢 它的农产 或者它的农妖 产流和重景缩 是测不出的 它的品质那么做到了提升 它的贩量得到了提升 那么呢 就为汉国做淘汰的成本降下来 有些人人都能吃到淘汰 这是我举了一个例子 淘汰的就是大白菜 也就是说通过它以后 拢在这个质物上的水河眼 这个羊质眼 还有这个种质眼 都有很好的这个效益 也就是说 我看到这有东南亚的 我举个例子 东南亚现在橡胶树比较多 还有那个柑橘比较多 橡胶树有种地方叫吃零病 你可以知道 他就会去问 橡胶的吃零病 就叫什么 叫世界性的 一旦这个橡胶 产生这个橡胶树病以后 你们是要把橡胶全被砍掉的 你们的甘菌 到了荒龙病 或者冰狼 到了荒花病 是要全被砍掉的 而用这个东西 一交换 两个月以后 你的橡胶树 就可以重新长橡胶了 可以重新长橡胶了 这就是解决我们重体业绩的形态 我就讲这么多 好吧 到时候让谁呢 让郭主席这边呢 给大家发一个PPT 课证 里面有一项一项 我只是指了几个案例 好吧 原来的货团是解决了哪里 缅甸的 当时有一个山吧 大概有五千多个橡胶 到了病了 就要砍掉 后来就用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解决了 它也没砍掉 现在后来 经过两个月以后 重新就长橡胶了 这个东西就长橡胶了 它包括柑橘 包括你的花绒果 还有你的那个 冰了 就是冰了 就需要那个冰了 那放花片 这都是叫世界的之外 这样的问题 总统解决了 其他的问题呢 就是英文而且 话题讲那么多 好 各个选择议长们 你们听好 这个2.8克 是我们国际机构认证的产品 向全世界来推广 各个省 我会下发材料 然后会到各个省去演讲 已经这个2.8克 不需要再做实验 它已经是量产的东西了 特别是在 黑洞江 内蒙古 新疆 大面积在 山东 大家要记住 2.8克 它为人类为国家做出非常大的贡献的 所以我们国际机构主推这个农业 产品 今天非常感谢各位议长 感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所以老师结束 拜拜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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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Ž